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漢堡包 做個有知識的漢堡包 我的閱讀漢堡包 先讀一本書吧 猴子撈月 有隻小猴子在樹林裡玩 小猴子看到一口井 往井裡一看,裡面有個月亮 他睁大眼睛,大聲喊 糟了,月亮掉進井裡了 猴子們大家同心協力 一個拉一個,從樹上接到水面 小猴子用樹枝點一下,碰不著月亮 小猴子用勾子勾,也勾不起來 小猴子用網子勾,也勾不起來 這時,老猴子抬頭看見月亮 大聲喊 大聲喊 不用撈了,不用撈了 看,月亮還好好的掛在天上呢 別擔心 別擔心,真正的月亮一直都在天上呢 一,書名 二,作者 三,主旨 四,詞 五,詞 五,句子 六,場景 角色 記錄你喜歡的書,一本書全在一個漢堡包裡了,清楚,有趣 你有幾個閱讀漢堡包? 主旨一定要用中文寫嗎? 不一定,也可以用英文寫 第六點,場景,角色一定要畫圖嗎? 不一定,你也可以寫句子 第六點,場景,角色